两手都要 书詹是晋文公崇尔指名道姓要杀的人 公元前637年 流亡国外的晋国公子崇尔路过郑国 遭到郑文公傲慢无礼的对待 第二年 崇尔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 成为晋国国军 视为晋文公 六年后 也就是公元前630年 晋文公未报当年的一件之仇 同时惩罚郑国在晋楚城普之战中向着楚国 便联合秦国伐政 联军来势汹汹 兵临城下 据说 晋国的军队甚至已经推倒了郑都城墙上的矮墙 这时 郑人无论怎样求饶都不管用 满腔仇恨的晋文公放出话来 把书瞻交给我 我就撤兵 书瞻怎么就得罪晋文公了 难道郑文公的无礼是书瞻的主意 不 恰恰相反 书瞻力劝郑文公善待崇尔 只不过 当他再三规劝仍然无效时 书瞻提出 如果不能以礼相待 那就杀了他 因为书瞻早已断定 公子崇尔非同一般 迟早会继承军位 到时候 他一定会来报复 事实证明 书瞻是对的 不过 当年的正文公虽然住下大错 这时的表现 却像条汉子 他拒不交出书瞻 甚至不把这事告诉书瞻 书瞻 却挺身而出 准备以身殉国的书瞻 只身一人奔赴晋营 他说 晋人为我正国 不就是想要得到瞻吗 如果以区区一人之身 可以换回百姓的生命 国家的安宁 这正是瞻的愿望 晋人则架起一口大锅 打算把他烹了 书瞻说 请允许我把话说完再死 晋文公说 你讲 书瞻说 皇天上帝降灾于正 让我正国大祸临头 今天这个局面 是下臣当年就预计到了的 能够尊敬贤明 防止祸患 这就是智慧 能够杀身成人 报效祖国 这就是忠诚 说完 书瞻走向那口大锅 两手紧紧抓住鼎耳 对着苍天大声呼喊 杀了我吧 杀了我吧 从今往后 以智慧和忠诚 报效国家的 都跟我同样下场 晋文公站了起来 他不但立即下令 释放书瞻 而且以最隆重的礼节 送他回国 回国以后的书瞻 受人敬重自不代言 可惜 事情却并未因他的忠烈而告终 积怨难消的晋文公又提出 必须见到正文公当面羞辱一番 才肯罢休 如此城下之盟 把正文公逼入了死角 谦则辱国 不谦则亡 进退维谷 就需要外交官来斡旋了 正国派出的外交官 叫竹之武 竹之武是正文公亲自请出的 之前则似乎颇受冷落 所以正文公去请他时 他的回答是 陈年轻的时候 尚且比不上别人 现在老都老了 又能怎么样 正文公则放下身段 诚恳相要 过去没能重用先生 是寡人的过错 但如果正国灭亡 与先生也有所不利吧 于是竹之武趁着夜色 潜入秦营 去见秦木公 竹之武的做法是对的 因为这个时候 做禁文公的工作已无济于事 只能釜底抽薪 策反秦木公 但 动之以秦没有用 小之以礼也不成 能够说服秦木公的 只有厉害 潜入秦营的竹之武 给木公算了三笔仗 第一笔仗是 灭亡郑国 对秦有没有好处 竹之武的结论是 没有 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 隔着晋国 就算秦晋两国 瓜分郑国 秦国得到的 也是一块飞地 飞地很难真正占有 最后的结果 势必便宜了晋 晋国占便宜 就是秦国吃大亏 还要搭上财力物力 兴师动众 何必呢 第二笔仗是 保全郑国 有没有好处 结论是有 因为秦在西 郑在中原 秦国有势于诸侯 多半要借到郑国东行 郑国作为东道主 可以为秦国的行李往来 提供种种方便 东道主 就是东边道路的主人 行李又叫行李 或行人 也就是使者 所谓舍政 以为东道主 行李之往来 攻其伐困 就是整个郑国 都成为秦的 驿站和招待所 好处当然不小 第三笔仗是 晋国和秦国的联盟 靠不靠得住 结论是靠不住 前车之剑 便是晋汇宫的背信弃义 何况 晋国的野心 哪里会有满足 他们现在 挥搁向东 把郑国当作囊中之物 如果得手 下一步 就该向西扩张了 西边除了秦国 还有谁能填饱他的肚子 因此对于秦国来说 连晋灭政 是损己利人 甚至引狼入室 最后 竹之武对木工说 请军上三思 秦木工当然一听就懂 他立即单方面与郑国签订和平协议 还派出部队给郑国站岗放哨 晋国的大夫文训请求攻击秦军 晋文工却不同意 文工说 没有秦国 寡人就没有今天 受惠于人又反目为仇 是不仁 失去盟国再恕敌人 是不治 放弃和谐制造动乱 是不武 我还是回去吧 结果 晋文工也撤兵 命悬一线的郑国 终于转危为安 这是书沾和竹之武 也是义和利的共同胜利